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这位皇帝才是历史上的矿工鼻祖,他比我们更不爱上班假期,就这样结束了,完全不想上班,除了累,困,烦,貌似什么,也没留下意说到上班。 这心情瞬间就这样的无法平复,其实,这种劫后代工状态,不想上班却想运入五万的心情,除了我们之外,连皇帝都有,纵是天子都如此,那么作为区区庶民的我们,有些小情绪当然也在情理之中,老板,对不起今天,就拿他来开刀举例,矿工鼻祖,宋徽宗这位皇帝的一生,基本都在写诗作画,发朋友圈,开派对, 买醉以及宠幸他后宫的3912位嘉丽,而作为古代co的宋徽宗,就算放到现在,也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知名大V,无奈身在体制的他,却有颗想当自由撰稿人的心,除了不想作伴李朝之外,最重要的当然是要能随时follow后宫内的3912位嘉丽了, 如果说唐朝是胖女孩们的天堂,那么宋徽宗就是当时平民女孩也能拥有的霸道总裁吗? 历史上,为皇帝而举办的大型选秀往往条件严苛,除了是大家闺秀之外,还必须得是黄花闺女,而宋徽宗则打破了这个传统,让网红也能嫁天子,将当时有名的妓女收入了宫中,人傻钱多还有大别墅,可见这位皇帝有多亲民了,如果按照历史的剧本演变, 这位皇帝的江山,怕是直演到第五集时就要亡了,但是并没有,作为当时的第十一位皇子的宋徽宗,在谁也没有想到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当上了皇帝,真是羡慕不来的命,尽管在他涨潮期间频繁地吃到早退,但却仍然没有影响他成为历史上最风雅,有教养和极具魅力的一位男性,他是历史上最早的艺术赞助人,也就是现在的天使投赞。 经他所赞助的诗人,画家和乐诗,大部分都名垂千古,而宋徽宗对艺术的独到目光,也使得唐朝在早期开创的中国艺术,真正地进入了黄金时代,如此看来,放在如今就算他不当皇帝,想必也会是一位年薪过百万的风险评估人,苛苛,除此之外,宋徽宗还是中国历史上最热爱茶叶的皇帝,1107年,宋徽宗写出了《贯物》。 关于茶的论著,大观茶论,这本书在当时的年代里绝对称得上首屈一指,书中详细论述了关于如何漆茶,如何栽培,茶柄制作等一系列茶叶相关小知识,难以想象。 这些都出自宋徽宗之手,出自远离人间烟火器的宫廷之中,而在宋徽宗之后,也再也没听说过,还有哪位皇帝曾亲手泡过茶? 在书中,徽宗常常提到,饮茶时就是卸下世俗的烦恼,找到远离日常生活的宁静之时,似乎茶在他放荡生活的表象之外,给了他另一种抚慰。 喝茶粉就是一种修行人生无非数十载,体会过后才明白何为从心出发,再从心而归马玩鸡汤人小编喝了一口粮白开点了一手梦醒十分送给自己工作还要不要,了不,工资还要不要了,将金还要不要了,没有当皇帝的命,还是别做白日梦了,大家还是好好上班吧。